好我们再来关系今天晚上的一个最新现场 这个是在宜兰地区 今天晚上开始风雨变强 非常有感 甚至当地出现了毫无大雨的情形 那么目前呢 在苏澳当地知名的景点阿里山冷泉 也因为台风影响暂时关闭 现在在宜兰现场的这一种状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有联报导 请说 好 各位观众 现在目前持续在宜兰为大家守候最新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到了晚上的时间 跟下午比起来是不是真的 明显的风雨增强非常的有感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而且这个雨是用斜着这样子下下来 感受到现场的风势是真的还蛮大的 好 不过我们现在人就在宜兰的苏澳这边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 就是阿里石冷泉 不仅是在地人 很多游客也会来到这里 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业者现在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贴出了公告 本区域因为台风缘故暂时没有开放 因此是要特别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们 不要来到这里以免会扑空了 那么现在目前业者也还没有说会关到什么时候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受到这个山土的台风影响呢 虽然说它目前是中台 也有持续减弱的情况 不过呢 就连我们人在宜兰都还没有在南部呢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风雨月晚是逐渐的增强 因此呢是要提醒大家 台风天还是尽量待在家里 那目前宜兰这边呢 还是持续发布豪雨等级的特报 因此要提醒大家 非必要的话不要出门 确保自身安全 好 那么以上我们在宜兰的最新状况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还台北方内 谢谢大家